下满古浪雨 这个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岛 成了整城宫最初的根据地 那时他二十二岁 手下不足百人 在当时各路抗轻武装中 这是一支不太有人瞧得上眼的队伍 船写两区 步履单弱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队伍和地盘在一天天扩大 根据地 从小小的古浪雨 拓展到厦门和京门全岛 不到而立之年的正成宫 已成为一个最具实力的抗清领袖 京夏地区成了东南抗清中心 1655年 正成宫将厦门 当时叫做中佐索 改名为斯明州 公开昭示他怀念 并决心恢复明朝的意思 这里曾有一座烟雾亭 正成宫实时住在此地 操练水陆两军 今天的厦门大学这一带 是当年的练兵场和水师营地 正成宫兵枪马壮 诸如千艘 战将百元 队伍扩展到十数万之中 高速临江市灭湖 雄师十万 气吞湖 1657年 正成宫开始进军江南 大局北伐 但是北伐最终功败垂成 败在京陵城外 败在正成宫的倾敌 南民最大规模的一次 抗清军事行动遭到重挫 此后再没有光复 民事的力量和机会了 1659年9月 冰摆南进的正成宫回到厦门 他在大陆的军事作战 确实遭受打击 那么他必须要安顿将士 必须要在政治跟军事上 重新考量 此时 对岸一个神秘的人物来到厦门 他叫何彬 何彬 原来是郑成宫父亲郑志龙的部下 汉人里面他是地位很高的一个长老 何彬 被荷兰人称为最可靠的长老 因为几年前他曾被荷兰人派到厦门 替荷兰人解决了与郑成宫之间 一起棘手的贸易纠纷 但荷兰人料想不到 何彬回到台湾后 居然执行郑成宫派给他的一个任务 替郑成宫在台南收税 何彬当局就非常的震惊而且恼火 那就把他抓起来 还要判罚他多少罚款 何彬变成债务累累 何彬的超人之处是 在被荷兰人问罪期间 不动声色 暗地里派人乘船 出入台湾的大小水道 实地勘察 画出了一幅台湾地形图 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绝密军事地图 这次前来厦门 何彬把这幅图呈现给了郑成宫 何彬劝郑成宫 去打台湾 收复台湾 他当时跟郑成宫说 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说 是有发展空间的地方 战绩了台湾以后 那么他整个视野就到了 1661年正月 郑成宫召开最高军事会议 那次军事会议上 他有清楚地讲说 台湾原本是我父亲经营的地方 那里卧野千里 这个进可攻退可守 那么可以这个安养家眷 可以深具教训 郑成宫正式宣布 灰师东征赶走荷兰人 1661年4月23日 午时天色晴朗 郑成宫行衰东征大军出事 四百多艘船 载着两万五千将士 从京门廖罗湾扬帆起航 顺风顺水 一昼夜到达旁户 石料未及的险情出现在第三天 4月25日 船队再次起航 行至干具雨阳面 海上风暴突然降临 逆风恶浪 船队只好掉头返回彭湖 彭湖避风的那几天 是正成功极度焦灼难熬的日子 大麦江他真的是轻敌 所以带来粮草非常的少 因为当时根据河滨进县的 收复台湾的这个计划 他当时想说几天就能够 登陆台湾了 那没想到在澎湖有预风 他必须在澎湖那边 来避一些的风浪 就每天避了几天之后 就把这种东西都吃完了 刚一出兵就遭断粮 士气严重受挫 正成功的护官杨英 奉命紧急正粮 但跑遍澎湖三十六岛 所振之粮竟百余弹 不足当大师一餐之用 正成功陷入进退围谷的绝境 最让正成功担忧的是 他怕错过与合并精心 计算好的登陆时机 当时进入大远 有南北两条水道 南险叫做大港 港道宽阔 始于大船航行 荷兰人的军事重点 把持的都是在这个南线 北线是洛尔门 它是港载水浅 那些大船是不能通过的 但是天文大潮 比如说逢初一或者是十五的时候 可以挡水高几米 正成功选择了洛尔门 但是如果错过了天文大潮 一切精心筹划都将落空 所以正成功他一定要赶快航行 一定要在大潮的时候越过洛尔门 1661年4月29日夜晚 风雨微息 正成功下令 一更开架 强渡海下 他全然不顾部下的苦苦劝阻 不惜冒全军覆没于汪洋的巨大风险 他已经豁出去了 漆黑的夜 风雨交加 黑水恶浪 生死难捕 出发前 正成功祈祷 兵尖何度 天意又在 上天 如果要把平定台湾的使命交付给我 那么今晚开船之后 自然风天浪静 他相信 天赋使命于他 他也必将得到上天的护佑 奇迹果真出现了 三更后 云寿雨散 天气明朗 一帆风顺 而那天的洛尔门 潮水骤张树翅 正成功大军 在合并的导航下 大小战舰 闲尾而渡 顺利穿越洛尔门 从河流港登陆 进入台湾 日前 从河流港噺露 一起倒树